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如何轉型 最近有很多朋友問一個問題 很多人的行業正在走下坡 尤其是餐飲業、零售業、市場推廣、展覽業 全部正在走下坡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說 在這一年我自己的收入沒有下坡 反而上升得很重要 今年年頭到現在 有很多項目我接到回來 也有很多人會給我月費 做一些顧問的工作 是不錯的 這個是 我是想 為什麼我拍這麼多關於轉型的題材 我希望 不是說只是為了我自己能夠轉型 我也是希望有些有心的人 如果他覺得是要轉型的 怎樣轉呢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他 去聽 鑿開他的腦 滲一些新的資訊 滲一些新的知識給他 我自己很坦白說 在香港這個市場 是真真正正正沒有人做 我想我只有一個這麼傻的自己去做 做回來的成績 並不是太好 大部份的 講這些內容的視頻 是只有百多 二百多的觀看率 我自己覺得 不是一種鼓勵 因為我反過來 我去講房地產 我是過千view 一千二千view 是不難的 接著如果我去講金融 講普通話 放在內地牛牛網 最高是試過一百二十九萬五千 接近一百三十萬view 如果我去真真正正 要是為了收視 和去拿回報 有個朋友跟我說過 不如你放棄香港 不要講這些新經濟 這麼少人看 我說我不行 他就叫我不如專注去做內地 內地有個叫做姓盧 做微博的 做得很好的 他們譬如每一個禮拜 做一個微博 他可以收到幾百元一個月 他有幾千人的訂閱 他做一個月是收到 大概應該是二十萬左右的對分 這個是不錯的收入 或者你去專注去發展內地 你在內地講課 其實每一天做講書 是收到幾萬元一堂 是可以的 三萬五萬七萬人民幣一堂 是有的 亦都可以做到的 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兩年之間做到 即是說如果我專注內地 我的收入一定是給我現在可以多幾倍 但我和朋友說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覺得 我始終有很多東西是在香港 賦予一個機會給我 給我這個機會去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那個時間 剛剛這麼巧是需要這些人 我經常強調我不是特別聰明的人 我是一個很平庸的人 掌握到機遇 是希望把我知道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你說要去賣錢是否賣到 一定賣到錢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的東西不是講錢 因為講錢 未必一定開心 反過來 我不用錢 放在一個平台上講 有些有心的人看到 亦都幫到他 或者有些人留言 想要些什麼advice 我free advice給他 我幫得到他轉變 我可能我覺得會更開心 因為他活到這樣的年紀 要吃的餐數又不會多 要睡的日子也不會多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比只是物質反而更加好 今時今日其實有很多人 都覺得不太好 那些人以為我 好像香港以前的帆船 寫著一帆風順這四個字 並不是一帆風順 我曾經也試過在公司 因為一朝天子一朝神 也會遇到一些上司 那些人是不喜歡我這種類型 不喜歡這種類型 很簡單 就是調他去邊界 以前皇帝也是這樣 調他去關外 去守 我亦都曾經試過去守水堂 去工業大廈 差不多做看奸 幸好那個欄杆高一些 如果不是就飛了下去 每一個人都有這些經歷 但是有這些經歷 令到自己是會成長 那代人接物是會有些改變 那就是我 很坦白說 就是我是 黑人真而已 但是就是不是那些衰格 就是我不會害人那種 就是 是囂張些 是不是黑人真些 但是就 接觸得很久 都知道這個人 是不會害人 就是打口不好 就代表是壞人 那 我也是希望幫香港做一點點事 就是好像 很愚蠢 那樣 就是有一點點叫做 餘工而生的精神 好像我朋友陳家豪 二喵那樣 他經常都用餘工而生 這個比喻 就是他經常去推廣一個叫做fintech的東西 做很多的東西 跟著說了很多的說話 寫了很多的文章 就得罪了很多高官 但是他是痛之心恨之切 愛之心恨之切 才會說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他愛那個地方 他不必要去做這件事 只不過是反映得到 他是很想做一些改變 亦都痛恨那些改變做不出 那我跟他也有少少那些骨氣在那裡 就是希望改變得到 令香港很多人會上一個台階 但是有少少恨鐵不成鋼 自己做了些事 沒有人去欣賞 但是我覺得不要緊的 雖然那個view數不是一種鼓勵 有時候是一盆冷水照頭淋 但是我也覺得不要緊 做會我照做 那最後的結果 我不敢說了 希望會有所改善 我也不會求大家 什麼廣傳去 又訂閱 又開啟我的鈴鐺 我不會 自己喜歡看就看 那你覺得喜歡是可以分享 我覺得我會不卑不寒自己做自己的事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